我们女士我们做水 做 你看水 水的品质特别的柔顺 水有什么品质 现在很多人讲要有个性 这个说法都值得我们深思 水就没有个性 水你用圆的杯子装它 它就变成圆的 你用方的杯子装它 它就变成方的 所以它就没有障碍 任何环境它都 游人有余 冬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大雪 夏天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水蒸气 所以它没有任何障碍 当一条河流里边 水流过去了 我们要扔一块大石头挡住它 挡不挡得住 水还会从旁边流走 就算你用闸门把它彻底给关住了 水还会从泥底下 从每一个缝隙里边渗透下去 这就是水啊 所以老子讲啊 上善落水啊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当我们有一颗 利家庭服务家人 服务别人的心的时候 我们的品质跟水学习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 绝对不会因为别人啊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影响我们 所以要学水的品质 所以我跟一些高中生讲课 给一些年轻人讲课 那高中老师说 他说少老师你不要讲那么久 三个小时啊 他们坐不住的 我们上课五十分钟 他们就坐不住了 后来我说那我们就中间休息一下 一个半小时休息一下 结果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我说各位同学 我们休息一下 大会场啊 很多人上千个学生听课 所有的学生都说 少老师我们不想休息 继续讲 因为讲的内容 我先问他们 我说各位同学 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异口同声说 老师我们要自由 然后我们就说好 要自由 那我们就开始 从如何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开始讲 所以自不自由啊 自由啊 我就跟那些学生讲 我说你们要有个性 我跟你们讲 你们要忍耐 结果孩子说 不行老师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们介绍听这句话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说您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很理解 很能接受 但是您也要知道一个人生真相 一个人的忍耐的限度 就是他一辈子成就的限度 圣贤人的忍耐是没有限度的 所以他的成就是无限的 孔老夫子的忍耐是没有限度的 他招游列国 孔老夫子三千弟子啊 在当时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他的三千弟子各个都是出将录像的材料啊 甚至在当时的那个 冲秋战国时期 各个小国家的人说呢 没有一个人的德行超过孔子的弟子言约 没有一个人的武力超过孔子的弟子子录啊 没有一个人的辩才超过孔子的弟子子贡 那个人才啊 积极啊 孔老夫子随便推翻一个小国家啊 都是举手之劳 但是孔老夫子却没有这么做 他要把圣贤人啊 这个取自于道的行持 流传下来 所以他的忍耐是没有限度的 他的道德 他的学问 他的家族才可以传承几千年不变的 忍耐没有限度啊 他的成就就没有限度 所以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啊 就也很有感触 我们就开始跟他讲解水的品质 水就演给我们看了 大自然啊 万事万物啊 都在演给我们看 所以在家庭里边呢 要和顺 那夫妻之间呢 就要这样去处理 夫妻之间关系要和顺 当我们面对夫妻之间呢 言与忍啊 忍耐的时候 我们是忍得明明白白啊 明明白白在哪里啊 我的忍耐是为了我家庭的和顺 是为了我一辈子的幸福 是为了孩子终生的 人生基础扎根呢 所以你忍得明明白白 哪来的痛苦 我们讲到言渊啊 一单食一瓢饮 在露下 人不堪其忧 回不敢其乐 他吃的东西很简单啊 咬一盘水喝啊 就过生活了 大家都觉得他很辛苦 他不敢其乐 乐在道中 君子忧平 忧 忧道不忧平 所以就是这个乐 乐在道中 当人生啊 真正看明白了 自己人生应该道路怎么走的话 那乐在道中啊 所以富啊 入圣邪门 真正招圣邪的教会去做啊 没有一个人不富的 但是不招圣邪的教会去做啊 那再有钱啊 那没有不平的 富在哪里啊 富在德行啊 富在德不孤 必有灵啊 你自己的德行演出来的时候 感召来周边人啊 对你的共同的这种 去成就一个事情的心愿 所以德不孤 必有灵 我们自己这几年啊 在推广传统文化 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多少老师啊 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大家相互研讨 那种乐趣啊 是人生啊 前面几十年都没有体会过的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人生的大富 所以这个是夫妻之间呢 相互之间忍让 忍得明明白白 言于忍奉自明 财务轻啊 怨何生 然后时时感念双方的付出 双方之间呢 恩欲报 怨欲望 勿意心愿望旧恩啊 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点怨恨 把过去夫妻之间 共同走过来的这种 人生暴露相互之间的付出 都忘记掉了 勿意心愿望旧恩 勿意小贤 疏自轻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隔阂 把我们最亲近的亲人呢 都疏远了 都忘记了 所以夫妻相处和睦 这个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基础 那再来呢 家庭教育啊 最主要的在家里边 也是我们时时提到的 要言教和深教相统一 相统一 家长做给孩子看 这是家庭教育里边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家庭教育里边呢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啊 要从古人啊 我们看翻开五种仪归 翻开古人的教育 我们会发现呢 他们做得很彻底 从胎教开始做 胎教开始做 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自己的孩子大了 学生大了 但是我们也还是要把这样的理念 交给我们的孩子 交给我们的年轻人 所以当我们的学生以后 他有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规 知道怎样选男朋友 知道怎样经营婚姻 甚至知道怎样胎教啊 那我们的教育长长远远 当我们教一个孩子的时候 已经在影响他的下一代了 所以古人从胎教开始 胎教不是西方来的 不是这几年才来的 我们的古人早就做了 并且做得更彻底 因为我们现在人觉得胎教是什么样呢 我的朋友在深圳 他就讲到他怀孕去医院检查 医生就跟他讲 你要胎教 然后就卖给他一个套音乐碟 叫他放在肚子上给孩子听